每三开始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 叶世文的出发反应时是0.7秒 第一个50米是蝶泳 选手们要按照蝶仰拉近的泳姿顺序各有50米 在这个项目当中挖泳好的选手特别的沾光 是的 应该说这个赛季 小叶的这个挖泳其实进步的还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提升了他整个200米混合泳的竞争力 包括400混 在第一个50米过后 日本选手大本里加排在第一位 现在进入到杨勇的阶段 杨勇也是霍苏非常擅长的一个泳姿 他曾经在100米杨勇当中获得奥运会的金牌 现在霍苏25米就已经超过大本里加了 霍苏站在第一 舞蹈的美国选手 加拿大选手皮克里姆 战利第二 小叶子一定要咬住啊 大本里加现在又夺回了主动权 小叶子在100米之后是排名第8位 好加油 挖泳要加了啊 小叶子最擅长的挖泳阶段 挖泳0.5秒 在50米挖泳当中可以区分13个名次 100米当中可以区分16个名次 所以在这个泳子里面谁能够抓得住 谁就可以提升名次 是的 挖泳应该说是霍恒永特别能够拉开距离的一个泳子 现在霍苏仍然是又夺回了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统治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小叶已经跌到第三了 好 跟这个大本里加几乎同时转身 几乎同时转身 两个人之间只差了0.07 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小叶冲得非常猛啊 加油 好 已经冲到第二的位置了 叶士文再冲 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还剩15米 加油加油 顶住 小叶顶住 叶士文在加速 还有最后5米 最后一次不去倒边了 第二 叶士文获得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银牌 两分8秒60